大家好,我是鳳山火車站交通主旋官李悠昌 今天很高興先跟各位來報告一下 這次鳳山火車站春節書域 鳳山分局的一些交通疏導跟管制的作為 相信各位私民朋友都知道 鳳山火車站已經動工快要玩具了 日後會有電影院,會有商場 會是一個非常大型的購物 那相對的,春節運輸的時候很多遊客都會返鄉 探親,那你們就會常常經過利用火車來返鄉 那這時候鳳山火車站因為它目前前面的路幅還是比較小 所以本分局為了要避免遊客在春節書域這個部分 能夠順暢,不要有雍舍,不要有違規停車的情形 我們會派前幾例搭配一交 那在這個春節的這個連假期間 來進化我們鳳山火車站周邊的道路 以及維持我們交通順暢 那最後也是要再提醒各位旅客 如果說有返鄉的部分 那請務必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 聽從我們警察也好 一交朋友也好的指揮 還有號制的指示 那讓大家這個過年能夠回家 能夠平平安安、快快樂樂 謝謝各位 謝謝 感谢观看